今年3月花林地检署搜索玉里镇长蔡丘龙的住处跟办公室发现相关试证 在积压4个月之后花林地检署依照贪污罪嫌对蔡丘龙提起公诉 而检方也发现蔡丘龙跟妻子合开的建设公司因为财务周转不灵 因此把标案厂商当成自己的金库进行融资 厂商就等于是这个被告蔡丘龙他的一个融资的一个金库 蔡丘龙他需要融资的时候就可以随时用这个无息或低利息的方式向厂商借款 这部分核算不正立的部分大概超过百万元 检点发现身为镇长的蔡丘龙把工程得标厂商当成融资对象 以无息或是低息借款 甚至为了收取贿赂把小型工程交由特定厂商失作 此外109年间因为东风里长过世 蔡丘龙更指派自己的司机担任里长 领取每个月四万五的补助费当作自己开销 总计三项违法行为不法所得超过两千万元 检察官认为蔡姓被告辜负证明的付托 破坏政府公务员连结的形象 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5年以示惩戒 我是觉得很不认同也是非常难过 因为毕竟各个部落他们有想要做一些设备的装修 或是一些改善 纳税人缴的这些钱 那这样运用的话 那我是觉得那我们选你当政党 那是根本就是没有用啊 后来花联地方法院裁定六十万元交保 而根据地方制度法 因羁押而停止职务的人员 释放期间在任期届满前 可以依法申请复职 这次违法的形象已经产生 恐怕已经大大影响选民的信任 原事情文杂料被采花莲玉里 花莲市采访报导